三国演义虽然以历史为基础 但很多情节都经过了文学化的加工 例如 关羽的易博云天和曹操的奸诈多疑 在实际历史中的描绘要比小说中平衡许多 三国演义的文学加工 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这一时期人物和事件的看法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 他的宰相李林甫被视为一个忠诚而有能力的辅佐 然而 历史研究表明 李林甫实际上在政治上极为狡猾 他巧妙地排除一己 巩固自己的权力 对唐朝后期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通常被视为暴政的象征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一政策也是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和文字 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措施 他意图消除思想上的分析